大家好 天氣熱呼呼 明後天的週休假期 現在氣象一開始 先建議中南部的朋友 你要到北部的台北來遊玩的話 切記 很熱 真的非常熱 上午11點到下午2點鐘 建議你減少戶外活動 先想一想這段時間 你要在哪裡先躲著 喝個咖啡 吹個冷氣 吃個蛋糕都還滿不錯的 因為台北真的太熱了 有多熱 看這邊的觀測資料 先注意到最熱的地方 就在新北的板橋側站 今天下午的1點多的時候 測到了37.6度的高溫 第二高溫 台北市 中午的高溫到達了37.4 新北市37.6 台北37.4 到了基隆37.3 你到了基隆海邊 覺得風吹來有海風 不好意思 還是很熱 因為風不是從海上吹進來 是從陽明山這邊過山下來的 下沉增溫風 快變焚風了 所以基隆也到了37.3 彰化的田中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溫度還差滿多的 差了1.2度 這差1.2度 感覺截然不同 彰化田中 是海上吹進來的西南風 乾燥的西南風影響 週休假期 戶外活動 小心不要中暑了 溫度真的很高 那什麼時候會下災範 下週二 下週二的太平洋高壓要減弱 我們的午後鎮宇到了下週二 才會要增多 我們來看看高壓的位置 但是我們先來注意到 太平洋高壓在這邊 它整個延伸到了台灣的上空 不只過來到台灣上空 甚至進到了浙江 福建 廣東 廣西 海南島都沒午後鎮宇了 所以全部都是天氣清冷 但我們在高壓前沿 這個風場吹著西南風 西南風過來之後 使得溫度狀況過了台北之後 都到達了37度 南部跟中部反而沒那麼高 因為最重要海上進來的風 沒有經過林口台地的下沉增溫 所以反而是台北市的溫度是最高的 所以明天到北部玩的朋友 就要注意了 你會問說這高壓什麼時候退 明後天開始它會要退縮一點點 六更日 可是我們還是沒有午後鎮宇 什麼時候比較明顯退 等到下週二 來 注意這張地面圖 下週二的地面圖高壓退了 這下週二 7月11號 有沒有注意到高壓退了 南邊的低壓 小低壓過旅宋島 它會拉水氣上來 使得我們就會開始有 午後雷震雨出現了 所以真正要有 Sapaho的感覺 下週二開始有一點點 但南部跟東部 到了下週三 週四以後 短暫的降雨也還會出現 感覺起來溫度就更舒服了 那先來看看禮拜六的氣溫了 先注意到溫度高 中午外出活動 防曬跟補充水分 台北盆地一樣是在37度 中部地區345度 中部也好熱 記得出去遊玩到下午3點再出門 南部地區也有到343處 東半部地區陽光牆 外島地區也都超過32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重要活動的時候要防曬 北部海面浪大 海邊吸水活動要注意